我只是想介紹教授仁鋼 所以歡迎大家 因為說各位好 我呢這一次呢 不好意思因為我最近比較忙 所以這次大家就是接觸比較少 首先我 would like to say hello to everybody 也很 прост可以看到那些朋友 也很失誤了 別人說他很失誤 已經很失誤了 他最終於決定 因為他很失誤 所以不一樣 要再次看待所有朋友 ご視聰明 很會 所以我是不是要不能講 因为很多拳有拳 不能够再进一步了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拳变成是一种能量的拳 而只是一个动作 很多种类型和风格 很多风格都没有用力量 去移动体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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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仍然使用很多组织 和体育体的动作 那么我们要把拳变成一个能量的拳 我们首先要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个就是要把拳变成一个能量的拳 也就是太极拳过军事说的叫听静 听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要理解 它是练习你一种感受的力量 所以我们说很多次 我们需要知道 是这个能量的能量 是这个能量的能量 我们在我们的体育体 和我们的体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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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可能性 我们觉得 breaths 不会比赛十多颜色 把我们的体育体 跟同性ны 没有什么我们自杀 设なん ac 因為中國人說的 聽一般是用耳朵的 他為什麼說手也是聽的 就是讓你不要用手 而是去感覺好像去聽一樣東西 去感受它 用整個身心整個意趣去感受 他那個人過來的時候那種狀態 為什麼他們說的 為什麼他們說英語聽 然後你耳聽聽 就是你可以聽聽 為什麼他們說英語聽 你耳聽聽聽 就像你耳耳耳 我也不想聽聽 也不想聽聽 所以他們都說 每個音樂、聽到指文、聽到全民牌、symbals音、快日本音樂、聽到相音的音樂 聽到全部聽到分控權相гу、聽到整幾ныеib inclusive 你必須要完全理解他們 完全理解他們的力量 所以你必須要有同樣的感受 你跟你的耳朵的音樂 跟我們做到跟別人打擊我們 我們做到我們的形式 我這樣說可能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過去聽過我的課的人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沒聽過的人可能就不容易清楚 我們先來體會一下感受和品質的接手有什麼差別 所以那些人已經跟師傅說了 他在過去講過這部分 所以他可能會比較熟悉 所以那些新的人 在第一次見過師傅說的 他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首先要嘗試 聽到他在說話 他可能會討論什麼意思 聽到你所發生的意思 比如說我這個手 你可以找一個人來抓住我的手 比如說他抓住我的手 我如果是說我在想用什麼方法 這個就不叫感受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大多數人去接手的一種方式 他抓住這個手的時候 我是完全放開的 這個就叫感受 我沒有思想 我只是體會 他怎麼抓我呢 那我這個一動 他這個人就不會再起來 他沒有 他裡面沒有 我只是這個手 他抓住我 我只是整個身體 通過這個手去感受他對我的力量 所以他不只是用他的手 去感受我 聽到我所做的 他只是用他的整個身體 但他也用他的心 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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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理解我 所以他用他的身體 和他的手 所以他用他的手 所以他用他的手 但人們不是 我只是用這個手 說他有我的手 然後他開始把手 從其他手 而不要用手去想一個方法 我在想一個方法 怎麼樣去弄掉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也不應該用一個特定的技術 去解釋一下 因為這還不讓我們 能夠明白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讓他自己 算 我想抓他 OK 你可以抓他 他整個身體 是聽到我 我會做的 我會做的 我會用力 所以他會明白我 但我感覺 我已經有這個 關係 沒有跟他 我會做的 所以我會做的 它不會影響他 整個身體 好 那麼我 如何運動呢 叫能量運動呢 我的手這樣運動 這個力氣 這個都叫力量 在這個時候 如果他開始 把手移動 把手移動 或使用自己的手 這就變成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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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要運動這個手的時候 我是增加他的能量 如果他想把手移動 他要加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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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能量 在運動的時候 這個能量是代替的 如果我們再加上能量 像是一波動 一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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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力量 他要加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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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能量 或是能量 它就像風 在一波動 一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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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請他們 來體會一下 這個差別 你看我這個叫力氣 他的力氣也很大 但是你看我是在聽 他覺得我有力氣嗎 找不到什麼東西 這都是他一個人 在用力 我那個能量放到這個手上 他也沒有覺得 我有力氣增加 但是我的手要出來 你不會出來 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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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手 讓人家抓住的時候 他是去聽人家的 絕 對 絕不要自己去想 想辦法 所以他一招 抓到我的手 我第一個是一聽 一聽以後一帶 這個人就走了 絕不要這個時候自己去用力 絕不要這個手 自己去用力 不會這個手 老手 不願不斷 這就是手 時他們說 不用對手 這是 purposely 如果這個手 和這個體 половinas 他們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沒有 一刻加強力 肩肩 肩肩肩 肩肩�� 像你看你睡著 肩肩肩肩肩肩 這時候我的肌肉還是鬆了 所以太極拳只有鬆的時候才能夠更多的運用能量 你是肌肉越緊張你就越不能夠運用能量 所以要理解自己的力量 先進一步 首先要理解你的肌肉 好,你體力完全軟地平衡 你無法法做都要在那一種狀態 你不可以用這個肌肉的力量 如果你要用這個肌肉的肌肉 你不可以用這個肌肉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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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叫大致歹來勒 像一般的肌肉 你看著它會互動 然後它會然後它會有一點 但如果你是太激烈,你不能用这种动作 因为你会限制自己,像一个软件 有些学生来过来,这些学生会让你握住脖子 所以在任何时,你没有必须加力 你没有必须使用柔和柔和力量的力量去抑制这个攻击 因为你身体变成肌肉了,它就可以有抓住的地方 你身体变成能量了,它就没有地方用力 就变成能量 忘记肌肉 我和他抵抗我就死掉了 他掐住我的时候 我让他力量只有四两 我把四两拿走很容易 因为他没有抵抗 他仍然有90公斤的力量 我现在已经轻轻了 所以他很容易把我抵抗 他比我力量比我力量 他们可以一直觉得 他觉得很奇怪 好 好了 他觉得用好了 我用力量吗 我回去要咳嗽了 好 你看他抓住我的 因为我身体是放松的 但是我这个是能量在运动 他这个人就站不住了 他说他没有提供你抵抗 他也不提供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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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是 他再抓住 他抓住我 他抓住我 我用力气 你看 他力气就很大 你没用 但是我从能量从这里给他 你可以走出来 因为我在外面的时候 比如说我站在这里 你看我这个人没有接受他的力量 他心中和身体 他就在你做的 所以他可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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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拿起来很容易 拿起来很容易 他说你说这个能量带那个能量是 因为你放松了 所以你可以带动四周的东西 你紧张了 你就不能带动四周的能量 他说你是想象这个能量 或是真的有这个能量 不是想象力 它是真实的 不是想象力 所以你能看到 你能让它变成 有些人能让它变成 有些人有了 可能他们的想象力 可能有这么好的 不是想象力的问题 是因为你不松 所以你不能够感受到旁边的能量 你松开来了 为什么要松 太全松就是为了要感受到能量 你紧张了都是肌肉 它没有能量 开射时候 开射时候就要去练这个感受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教你们就是 你要学会去感受 才会有能量 所以他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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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够感受到能量 能够感受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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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都要感受到能量 你最后要学会去感受 这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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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想要讲 如何能够感受到能量 感受到能量 那是我们的第一步 然后你很放弃 然后我们可以充满 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 就是从开始要放松 先要放松脑子 对 先不要用脑子 用心去感受 我们直接用这里去感受 不要用这里去感受 这里就是想 就不能感受 他说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脑子 所以这可能是一种不同 在中国和西方的语言 所以在西方的语言 我们想要理解 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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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中国 他说在心 那个心 这种感受 这是在心 这种感受 这是在心 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 然后我们可以用端而绝开 就能不能理解 您테到了 这种感受 所以我们我们对 当我们的飸 我们不用用 我们我们有所认为 用别的 我们这种感受 反正的感受 像一隻動物 使用這種心 比起這個心理 在心理上 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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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 自然的 反應 像心 如果我們不明白 我們的形狀 會不會太靠近 所以我們在練拳的時候 先要去體會這個感受 比如說 我做任何一個動作 比如說 我做懶缺委員 我做崩的時候 我這個時候 不是去崩別人 而是我伸出去去感受他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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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夠感受他的 他的狀態是怎麼樣 哪裡有毛病 我都知道 所以 我知道他這裡有毛病 我那個意思一帶 他這裡人就被我帶 他可以明白 他可以明白 我這裡有太多緊張 所以如果我這樣 移動 它會移動 我整個身體 所以他明白我 可能我甚至少不知道 自己 我已經很緊張 但他可以感受到 所以他必須 要訓練 別人 加在你身上的力量 比如說 他要推我 否則完全 讓他化解開 變成能量 不能因為 哪一塊肌肉去頂著他 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說 我一個人這樣站著 五個人推我都推不動 那個不是太極的功夫 太極權論裡面有說 是 一根羽毛飛下來 掉在身上 都不能讓它掉在身上 一個 一個蒼蠅 一個蟲 飛在身上 也不能讓它飛到身上 停下來 在太極權論裡面有說 是 一根羽毛飛下來 都不能讓它掉在身上 一個蒼蠅 一個蟲飛在身上 也不能讓它飛到身上 或是一隻蟲飛 嘗試去掉在你 沒有辦法 它可以在你 因為你很感激 所以說 他們練這個拳呢 是 你看 不要說 一根羽毛和一個蟲 一頭牛都要頂住 它練根本就 和它的拳的要求 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 在這個情況 如果我們抵抗 一個人 他們很盡力 不能動 所以這不是 一隻蟲飛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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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探權 我一接手 誒我聽 他沒有了 如果我是打他的話 我打他的話 也不是肌肉這樣推他的 我打他 我打他的時候 我是供便的這些能量到他身上 他拋走 所以 身體放鬆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太極拳最終 它是要和其他的拳去打的 就要比武的 所以 太極也想可以 去比武的話 是不行的 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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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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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人家在推手 說 我有個機會 他不能夠用那個力次這樣 這樣打 這樣打是很慢很慢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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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放 太極拳 他發勁 叫放 他不叫推 對 所以 在台詞 你會說 這個能量的 能量的 中國語言是發勁 你也會說發勁 所以 晉斗 就是能力 發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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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推 這樣是做 這個是推 對 對 對 打在肩上的時候 你看 發勁就是發勁 發 不能這樣推 這樣是做 這個是推 都是不對的 所以 他如果是外加拳 我要和他比武器的時候 這個筋 晃就可以打了 如果這樣推的話 我肯定打不過 如果是比武器的時候 你會說 如果是比武器的時候 你會說 你會說 你要想去 就別人 不要動不動 算不行了 你會說 你會說 他已經打你 因為 中國人很快 砰一下就好了 這個一下就打好了 所以 一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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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出手 這樣的話是不靈魂 更遠 他不靈魂 人家很快 他更不行了 你會說 如果你不靈魂 你這樣說 你會說 你會說 例如有一個 雖然 一化石頭 雖然 你會說 有些雖然 如果 你會說 你會說 一種 有什麼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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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有一個 一種 如果你有一个确实的地图像这样的地图 你没有能够回应快 因为有些人很快就会攻击你 但是你一直在这种状态 那么快就会攻击水 就像攻击水 它没有影响 你们玩过一个东西吗 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玩的 用肥皂跑 吹一个很大的一个跑 用肥皂 因为它很松 浮在空气里面 所以你一直抓它它就跑掉 抓它就跑掉 这么少就招不上它 那个和太极有点像 所以这是比较像泰迪的讨论 这种想法 和这种泡沫 好 比如说它用很大的力量 所以它用很大的力量 它用很大的力量抓着我 我让它变得很小 是因为我身体是在整个在感受它 所以我整个身体在承受它给我这些 它是一百斤 我如果这里我接受它一百斤 那么我这里就要受到一百斤的力量 但是我整个身体在感受 这里这里全部在接受它一百斤 它一百斤就变得很小很小了 所以如果我往对抗拗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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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我例如可以说 如果我有一百斤的力量 能这样 能够加到他的脊 如果他的力量 如果他只能疑这种力量 可以使我一致 它就好像这个力量 我可以把他用来的力量 而能够 那么他们最相当的 所以如果他有些更多的用于 那么这个力量 但是我们两个的力量 勉拭变成 之 其实他不可能 所以好的全书是把别人的力量化解了 中国人叫化解了 就是说它从很大的力量 一千斤的力量 它变成饲料 就是如何把它变成饲料 这就是中国人的化解 就叫化 文化的化 文化 means it's a culture and this character for化 can also be used for this idea that we talk about dissipating or dissolving so in Tidy we talk about dissolving somebody's force or dissipating somebody's force so this is what they talk about when they say or dissolve or dissipate or absorb it's this kind of it's like absorbing the water into steam and the steam into air it's this kind of idea when we in Tidy that we talk about so this is if you can dissolve somebody's like this force that they're trying to apply to you if you can make this dissolve into almost nothingness then that's really what we mean by dissipate or dissolve or absorb the power because平时如果是它推我 它一千斤推我 所以我把它动不动开 这样的话 它一千斤还是一千斤 我很危险的 我是动作快 哎 跑掉了 如果我不快的话 我就被它推到身上了 they said this kind of action if for example I go to apply my force and he can move quickly so his reaction is quick so he just can turn and I sort of you know like we talk about a wheel turning so you touch the end of the wheel and you're just spun off they said this is not what they mean by a hua this sort of dissipation because in all the times he's perhaps quicker than me but if he was a little bit slower my force I'd still have that potential force that I started with he's just managed to avoid it it's not dissipated he's avoided it but then I can come again 如果他推我 你看他自然就没有力量 他抓住我的一刻 就变成没有了 就没有了力量 那个是太极拳 so太极拳 is like this idea of dissolving or dissipating so it becomes like oh nothingness so that way I really don't have any more power that I can utilize so even if I'm very fast but speed is no use because my power changes into nothing so this is hua it's not oh I move quickly but I'm still very tense and stiff and you know my power has just moved over there but I can turn around and reapply it right no she had a tweet is this but you want to feel anyone not try even if I just want 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